Nitianandam,大家好,我是Manite Kailasananda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赛斯阿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给我们讲了非常多 让人兴奋的消息 所以我昨天分享了三条还没分享完 今天就继续了 大师说如果你想要显化 最强大的显化Paramashiva的超能力 那你应该做到什么呢 那就是 强有力的认知 大家想到了吗 原来你超能力的显化 不是你的所谓的基因的突变 或者怎么样 原来它是你的认知的改变 这是事实 也就是说呢 超能力显化 它的这个功能的软件呢 原来是你思维 你的认知 你看世界 看人生的想法变了 并且是强有力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超能力被显化 所以呢 每一个超能力 宇宙有463个Paramashiva的超能力 每一个呢 背后都有一个强有力的认知 当你这个认知达到了 哎 那你这个按键就 按下去就变成绿色了 你这个超能力就可以显化了 所以呢 越有强有力的认知 越有正确的认知呢 你的超能力越能显化 如果你的脑子中 全都是不圆满 全都是否定人生的想法 全都是错误的认知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要气垒 通过圆满 通过学习大师的教学 你是可以改变你的认知 让你变得圆满 并且呢 大师也曾经讲过呢 就是你其实起点越不圆满的这些人 反倒他圆满之后 显化超能力强度比较大 因为所有的power 他都是 之前 就是你所有的问题 当你的problem 当你的问题 被 纠正 被改良 被治愈了之后呢 他就是一个 成为了一个超能力 就比如说大师之前 在其他开始中讲过 如果你抽烟呢 那你 就是这个 直接 你克服了这个 你就可以显化 自己 更改自己体温的 这样的一个超能力 好像是对应这个超能力 因为我印象中是 因为抽烟 他的行为就像是 给你的内脏脑痒痒 然后呢 他能产生一股热量 这个热量的 这个结果就是 让你的内脏 有被挠痒的感受 所以呢 好像他对应的 就是和这个体温有关的 这个具体的 我忘记了 但是大家逻辑明白吗 就是你有一个 不圆满 然后你圆满之后 就可以显化成一个超能力 就是 Every problem can lead to power When you heal the problem 当你治愈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超能力 讲到这儿呢 怎么样让自己 最强大呢 显化最多的超能力呢 就是继续昨天的话题 就是Mahavakia 就是哼唱Mahavakia 让你呢 内心和全身 所有的振动频率 一天24小时 每一秒 每一分 全都是Mahavakia 因为这个 现在Mahavakia 是大师升级过的版本了 所以呢 它更强大 强烈的 哼唱Mahavakia 就可以直接的改变你的认知 让你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让你回到你自己的 最真实的那个你 然后同时呢 也显化 Paramashiva的状态 空间 它的超能力 以及它的 存在 它的being这样 所以让我们一起 恒唱Mahavakia吧 就可以不停的显化 更强大的超能力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添淡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